我是张艺兴,这次在艺术好戏里面摄影的角色叫小新 没什么怎么克服,就硬托必上 没办法,就到了这个地步,你得演完 只能这样 因为我喜欢水 对,我特别喜欢水 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 博哥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表演就达到了那个地步 就是管你是男的女啊,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当道具用一下就过了 应该在路上 在路上,然后主要是这个 还是导演导的好吧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经验,主要是 一个照葫芦画瓢,一个就是跟导演多交流多沟通 然后导演给我传授很多他的一些表演的经验 才能让这个角色 更加生动吧 对,也还要谢谢所有的这个 编剧老师也帮我 就是把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 也写在了编剧这个剧本里面 所以才会让这个小型这个人物更加立体一点 就是美啊 美啊 我有几首歌就是在这个 系统里面有几首换掉的歌 就是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做的 嗯 shake和too much 三胎吧 也是也怪自己 太自信了,你知道吗 就是做一些宣传的这些节奏什么的 做早了,你知道 嗯 还得一会儿 还得等会儿 这个要看整个三胎的整个 就是整个整个一个就是成绩了吧 就看还是 我觉得说 呃 一个歌手演唱会 首先是需要大家觉得说认可 你有没有拿出来拿出来的作品 大家能记住几首你的音乐作品 就我其实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就是 还是一个作品的累积 你有没有那么足够的作品 每一个作品在 听到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那个共鸣感 说哦 这是当时我喜欢你的时候 听到的那首歌曲 我喜欢这首歌曲 可能这个还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所以 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的时候 大家对我的音乐有认可的时候 然后我再举办演唱会 我相信那个演唱会 会是更加 呃 棒的 Alan Walker 是特别喜欢我的戏 他呢 想 然后就是说想remix这首歌 然后我觉得哦 可以啊 跟音乐人合作 我觉得是蛮 蛮荣幸的 然后 就有一天就看到 嗯 说 想 Alan想邀请我去Cochella Cochella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音乐节 然后 但是那一次因为我的签证 就是我的 其实我的那个邀请函已经下来了 但是因为签证 没办法去 就还蛮可惜的 然后后来 又有一个 Alola Pelusa 这样的计划 然后我说那好呢 就一起过去唱歌 玩一下吧 然后就过去 其实做音乐的人都有 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sun camp 就是我们自己做轨道的人 或者是有的是做top line 就是做曲的人 然后会聚集到一起的一个聚会 那这个聚会有时候就是会分,就是有可能有时候我跟他作曲,有时候我跟他作曲,那有的人可能是两个人都是一起来做轨道,做那个beat,有的人可能是beat加旋律一起来做,那我就是轨道和旋律都做,然后以后跟我国外的有人碰撞的时候就可以碰撞出更加不一样的火花。 哇,其实有个,我有个特别想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想想梦想吧,我希望能够找到第二个张一新,对,就是他也,他能够唱,能跳,能自己编,然后他人品方面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完了以后就是,你怎么讲,如果有个这样的孩子的话,我真的愿意亲近所有去帮这个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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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